虽然说每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,但在幸福三重奏中,不少网友都觉得处处被汪小飞包容的大S比运气还要忙碌做饭的将情情要幸福许多。 虽然她与汪小飞是姐弟咧,但大S却活得像个少女一样,就算偶尔下厨做饭,也要赔点红酒,非常小资,或许是被保护得太好了。 大S在生活中有非常害怕的东西,那就是小强浪,坏对一般的家庭主妇,见到蟑螂时哪怕心里在害怕,也要硬着头皮迎战,而大S却害怕到连蟑螂两个字都不能听到。 还给她取名时尚,甚至连一些普通的小虫子也不能出现在她面前。 在最新播出的幸福三重奏独享版中,大S和汪小飞原本在客厅看电视,看书,结果大S听到有蜜蜂在嗡嗡嗡叫,立马就吓得欢容失色,逃回了房间,还表示自己太不适合相间生活了。 当汪小飞把客厅的蜜蜂赶走之后,表示自己要出去去买菜了,大S也立马从床上起来表示自己要一起去,还很担忧的问汪小飞有没有带钱了。 此时汪小飞却注意到大S头发上似乎有头皮屑,于是伸手想帮大S把头皮屑弄下来。 结果,大S却非常粗鲁的把她的手拍了下来,还择了一声,似乎有点生气的样子。 汪小飞也愣了一下,不过她也没跟大S计较,还笑了一下,脾气可以说非常好了。 随后大S照了一下镜子,表示这不是头皮屑是柳絮,其实像大S这个爱干净的人,是难以忍受别人说自己有头皮屑的吧。 这样有点恶心了,而汪小飞也赶紧表示是自己看错了,但大S还是没解气,狠狠的掐了一把汪小飞的样子消气,其实这也算是不凄凉的一些小情趣吧。 正当两人亲密的搂着走到出发时,大S突然又发现,落地窗上有只小虫子,不得不说大S对虫子这类生物太敏感了。 这也能注意到,汪小飞赶紧安慰她这只是甲壳虫而已。 不用害怕,但大S还是怕的不行,看到小虫子就走不动路了,最后还一惊一乍的,把自己给吓到了。 这下大S是真的快要被吓疯了,抱着王小飞狂扫娇,大海自己已经不想生活在乡村了,要回到高楼大厦里面,太可怕了。 虽然大S弹子小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,整天都在赶虫子,但汪小飞却甘俊如鱼,抱着大S在傻乐的样子太甜了。 看来汪小飞很享受处处保护着老婆,给她安全感的那种感觉。 果然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啊。 谢谢。